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起床后这段时间 即使一个很小的动作都可能给一天的生活带来影响 为此 专家总结早晨起床七夷七计 做对了增售 做错了极有可能引发意外 甚至是心梗 脑梗等 那么到底是哪七夷七计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晨起七件事 偷走你的寿命 专家总结出 起床后最不该做的七件事 这些不经意的事正悄悄偷走你的寿命 一 记醒后立即起身 睡醒后 人体由抑制状态 转入兴奋状态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立即起身穿衣 容易出现头晕 眼花等不适 中老年人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如心梗 脑梗等 方法 首先 两手搓热 干洗脸数次 然后一次按摩太阳穴 后脑勺 脖子 反复二十次 其次 两手半握拳 轻垂腰背部十次 然后 垂打两侧大小腿外侧 最后用两脚跟交替凳脚心 然后双脚对着摩擦 使脚心感到温热 二 记醒后立即小变 睡眠时 人体代谢水平降低 心跳减慢 血压下降 各项生理技能都能缓慢运转 此时突然下地去厕所 膀胱迅速拍空 易诱发低血压 引起大脑短暂性供血不足 导致排尿性晕厥 而在寒冷的冬季 清晨又是突发心梗 脑足中的魔鬼时间 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方法 即便尿憋得再急 也不要马上起身往厕所跑 而要慢慢起身 坐在床边坐上几分钟 然后再慢慢走向厕所 三 记醒后马上进食 早上唾液和胃液分泌量相对较少 如果立即进食 尤其是吃一些难消化的食物 如肉类等 亦导致消化不良 方法 晨起后最好先喝一杯水 过段时间再进食 这一杯水不仅能补充睡眠时失去的水分 增加消化液的分泌 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防止心血管意外的发生 四 记醒后赖床不起 酒窝伤气 而且睡懒觉不利于人体阳气宣发 可能导致气机不畅 一行至极 还有人闹钟响了几遍 才匆忙起身洗漱 这会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自主神经发生紊乱 容易让人心情烦躁 英国心理学协会一项研究指出 与起床比较迟的人相比 早起者身体更健康 心情更愉悦 方法 醒来可以小小地赖床一会儿 然后起身开始新的一天 五 记醒后立即叠被子 英国金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每张床上的被褥里 至少有1500万只满虫 由于房间里的尘满在干燥 透露的环境中不易生存 而叠好的被子 会轻易保存人体的温度和汗液 因此给尘满创造了生存条件 另外 人在一夜的睡眠中排出大量废气 其中含二氧化碳等化学物质149种 从汗液蒸发出来的物质 约150种 这些物质都会被吸附在被子上 起床后马上叠被 导致有害物质积累和微生物繁殖 不仅改变了被子行为的性质 到晚上再次被人体吸收 还会危害健康 方法 起床后应随手将被子翻个面 并且把门窗打开 让被子通通疯散散湿气 再叠好或者铺平 六 即起床不拉开窗帘 起床后想要从睡眠状态中迅速完全地清醒过来 最好先拉开窗帘 让阳光照射进来 给生物中一个信号 此时身体才会停止分泌 令人困倦地退黑素 增加大脑内血清素的水平 阴雨天打开卧室的灯 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七 即醒后剧烈运动 早晨进行剧烈运动 会刺激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同时打乱自主神经节律 让人一整天都紧张焦虑 中老年人还容易出现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症 早锻炼时不妨做一座养生操 方法 平躺并放松身体 五指交叉 掌心向上置于头顶 脚尖交替伸直和上钩 同时左右转体 然后用双手掌根 依次从上到下搓热前胸及两肋 接着用掌心顺时针按摩齐周珠穴五十圈 最后用双手半握拳 轻轻拍打双下肢外侧 感觉下肢外侧皮肤温热即可 晨起七件事 胜过吃补药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忌讳 每天早晨起来做好七件事 能够让人耳聪目鸣 胜过吃补药 一 晨起身揽腰 经过一夜睡眠后 人体松软懈怠 气血周流缓慢 故方醒之时 总觉懒散无力 此时若舒展四肢 伸腰斩腹 全身肌肉用力 并配以深呼吸 则有土固纳心 行气活血 通畅经络关节 振奋精神的作用 可以解乏 省神 增气力 活肢解 祖国医学认为 人卧血归于肝 人动则血流于诛经 经过伸揽腰 血液循环加快 全身肌肉关节得到了活动 每天持续七十秒 还能达到瘦身效果 二 沉起捏捏耳 早晨起来 做做捏耳朵的小动作 有助醒脑 座位 用双手掌心 按住两耳孔 将两手的中间三指 食指 中指 无明指 轻积后枕骨十几次 然后掌心按耳动 手指按枕骨 几秒钟不动 再骤然抬起 过一会儿 又如前发按耳 积枕骨 积时 如闻鼓声 这样重复多遍 可以清醒头脑 增强记忆力 对高血压患者 还有梳妆血管 降低血压的作用 三 晨起动动腿 醒来动动腿 晨起后会更精神 具体方法是 先用右脚脚心 自腿弯处 自上而下 推搓左腿肚子 直到脚根 再用左腿 对右腿肚子 重复这一动作 各反复脚刺 然后用右脚的外侧 自膝盖处 自上而下 推搓左脚腿外侧 然后再用左腿 对右腿外侧 重复这一动作 各反复九次 其实这个动作 在按摩小腿时 脚踝骨在用力 按道足三里 有一种酸麻的感觉 脚顺势往下按摩 不自觉 连脚掌和脚心 也都按摩到了 对预防下肢血管病变 有积极的作用 四 晨起按按头 很多人早晨起床后 会觉得精神有些疲倦 其实这和大脑 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时 如果我们轻轻按摩一下头部 便能够有效地保护好身体健康 通过轻抓头皮 能够让头部皮肤 以及神经得到很好的放松 并且对于恢复头部的血液循环 有着很好的效果 此外 起床后轻抓头部 还能够有效防止 头部血管堵塞 这种情况出现 五 早晨洗洗脸 早晨起来 会发现脸上油油的 很难受 其实这是皮肤 在睡眠时的代谢旺盛 排出的肺物 早晨洗脸时 不要随便敷衍了事 轻轻地按摩脸部 把脸洗干净 能够让人在最短时间内清醒过来 六 刷牙提提肛 即使临睡前刷了牙 但夜间口腔环境 属于恒定状态 最适合细菌繁殖生长 产生了口气 有害口腔健康 因此 早晨一定要好好刷牙 至少刷够两分钟 刷牙的同时 可以进行提肛运动 能够缓解痔疮和便秘 增强性能力 具体做法 吸气 肛门用力内吸上体紧缩三秒 再呼气放松三秒 每次进行肛门紧缩和放松 各二十到三十下 早晚各一次 需要提醒的是 若肛门局部感染 痔疮急性发炎 或肛粥脏肿 不要做提肛运动 四 入侧扣扣齿 扣齿运动 即上下牙 相互轻轻扣肌 能够强化牙床 牙龈 牙根 增强牙齿力量 这个小动作 还可以促进口腔唾液分泌 帮助消化 每天清晨 全身放松 嘴唇微闭 把牙齿上下扣合 先扣右齿三十次 再扣前齿三十次 睡前也可再进行一次 扣齿运动 比较适合在入侧时练习 因为从中医上来讲 排尿时的人肾气流泻 此时扣齿 有助固涉圣经 强壮骨骼 都说中午不睡 下午崩溃 尤其是现在容易春困的时候 午睡可以为下午的学习和工作 恢复元气 可是有人竟然说 白天不要睡觉 你觉得有道理吗 为什么说不要午睡 2022中国职场青年睡眠质量报告 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超过七成的年轻人 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 竟不足七小时 面对这一现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陆林院士 给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认为 若白天大脑能保持清醒状态 晚上的睡眠质量 自然会有所提升 因此 对于那些长期遭受夜晚失眠困扰的人们 他强烈建议 白天不要补觉 更不宜午睡 因为过度依赖白天的睡眠 往往会打破夜间的生物中 导致入睡时间推迟 甚至陷入失眠的恶性循环 陆林院士特别强调 夜间的睡眠 对于身体与精神的恢复至关重要 远胜于白天的短暂休憩 他建议 为保持健康的睡眠习惯 最好在晚上11点半前入睡 并于早晨7点左右起床 针对不同年龄层 他也给出了具体的睡眠时常建议 成年人应确保每日7到8小时的睡眠 小学生需10小时 初中生9小时 高中生则至少8小时 喜欢午睡的人和不喜欢午睡的人 有啥区别 这确实因人而异 有些人通过午睡 能够迅速恢复经历 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便坦言 午睡是他放松身心 恢复经历的有效方式 适当的午睡也是有好处的 一 驱走困倦 强化记忆宝库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经过深入研究发现 白天的短暂休憩 与夜晚的深沉睡眠 同样能够促进依赖睡眠的记忆形成 因此 午休不仅是一段小气时光 更是增强记忆力的黄金时刻 通过午睡 我们能将碎片化的记忆巧妙地编织成网络结构 更在睡眠的过程中 将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让智慧的火花在脑海中持续燃烧 二 调和情绪色彩 舒缓生活重压 根据2010年发表在《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杂志上的研究 五睡后的那段宁静时光 人体内的放松与愉悦成分会显著上升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五睡醒来后 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仿佛浮去了心灵的尘埃 有效缓解紧张情绪 让心情变得愉悦舒畅 三 五睡 预防老年痴呆的得力助手 在2021年 上海交通大学孙林教授与安徽吴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韩采教授等人 联手展开了一项深入的研究 结果证实 五睡在预防老年痴呆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 规律的五睡还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敏捷 反应更加迅速 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已刊登在《综合精神医学》杂志上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此外 《心脏》杂志也发表了一项相关研究 指出偶尔的五睡 如每周一到两次 与完全不五睡的人相比 能显著减少心力衰竭的风险 几乎降低了一半 同时 中风的风险也降低了约48% 话重点 五睡时间过长 则过犹不及 广州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 深入剖析了 三十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一名参与者的五睡习惯 旨在揭示 五睡与心血管疾病 及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微妙联系 研究数据表明 在保障晚间充足睡眠的前提下 相较于不五睡的个体 五睡时间超过一小时的人 其全因死亡风险上升了30% 心血管疾病风险更是增加了34% 这一发现 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 五睡时长并非越长越好 事实上 关于五睡时间过长 对身体的不利影响 已有诸多研究予以佐证 日本东京大学 一项涵盖30万人的大型研究 也显示 五睡超过40分钟的人 更容易罹患高血压 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 这些病症都是心脏病的潜在风险因素 美国高血压学会公布的研究同样指出 白天过长的睡眠会增加13%至19%的高血压风险 德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那些每周至少五睡五次 且时长超过一小时的人 患观心病的风险 竟高达不五睡人群的两倍之多 睡多久才是科学的 五睡的效果因人而异 不同的五睡时长能带来不同的益处 从短短的6分钟到40分钟 你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收获 当你选择6分钟的五睡时 你的记忆力开始悄然增强 德国的一项研究皆是 仅仅6分钟的睡眠便足以启动记忆力的提升机制 这短暂的时间足以让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从而为新知识腾出更多的存储空间 当你选择10到15分钟的午睡时 醒来后会感到格外清醒 小睡一会 改变你的生活一书的作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萨拉 曼迪科尼指出 这一时长的短午睡更易使人迅速恢复清醒 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而20到30分钟的午睡时长被公认为最佳 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发现 24分钟的午睡能显著提升 工作表现达34% 同时提高头脑的整体灵敏度达54% 这一时长不仅有助于减缓心率 还对保护心脏大有弊异 对于晚上没睡好的人来说 40分钟的午睡则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如果前一天晚上睡眠不足 白天又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那么一次40分钟的午睡便能让你进入浅睡眠状态 为大脑充电 焕发活力 午睡需要注意什么 午睡时 除了控制时间避免过长 还需注意以下三点 以确保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午休时光 午睡不仅要注意控制时长 还需牢记以下三点 方能享受一个高质量的午休时光 首先 避免饭后立即入睡 饱食后立即午睡 既不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还可能影响睡眠质量 醒来后容易感到身体乏力 头晕目眩 因此 建议在午餐后稍作活动 大约10到20分钟 再进入梦乡 或者选择午餐前先小气15到20分钟 以补充精力 其次 尽量避免趴着睡觉 若条件有限 至少应选择靠坐姿势 趴在桌上 睡觉会压迫眼球 增加 眼部负担 甚至可能诱发高度近视等眼部疾病 同时 这种姿势还会压迫手臂的血管和神经 导致手臂发麻或无力 理想的午睡姿势是平躺 若在公司环境 可考虑购买一张可折叠的躺椅 若条件不允许 可尝试靠在椅子上闭眼小气 醒来后 请轻缓活动身体 慢慢站起 并饮用一杯约200到300毫升的水 以补充水分 之后不建议立即投入高难度工作 以免大脑和身体负担过重 午睡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加油站 能带来诸多益处 当然 没有午睡习惯的朋友 也不必勉强自己 闭目养神 同样是一种有效的休息方式 有助于放松大脑 恢复体力 晚上喝白开水的朋友 再不看就晚了 口渴 意味着忍痛 和提前死亡 一起来看看 巴特曼 是潘尼西林的发现者 诺贝尔奖得主 亚历山大弗兰明的学生 他毕生致力于研究 水的治疗作用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 发现了一个 震惊世界医学界的秘密 许多慢性疾病的病因 仅仅是身体缺水 他不用药 仅用水就治愈了 三千多名患者 巴特曼博士发现 水可以治疗 第一 心脏病和中风 因为水能稀释血液 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的阻塞 第二 骨质疏松症 因为水能使成长过程中的骨壳 变得更加的坚固 第三 白血病和淋巴瘤 因为水能将氧 疏松到细胞 而癌细胞具有 厌氧的特征 第四 高血压 因为水是天然的利尿剂 第五 糖尿病 因为水能够增加身体内 酸胺酸的含量 第六 失眠 因为水能够产生天然的 睡眠调节物质 退黑激素 第七 抑郁症 因为水能使身体 以天然的方式 增加血清素的工艺 身体缺水和醉酒一样伤身 当人发生轻度脱水时 思维就开始混乱 更危险的是 一旦脱水 自我感觉的精确评估能力 开始下降 其后果 相当于饮酒 喝水的方法 喝水不是喝茶 一天喝两到三升的水 分多次喝 不是等到口渴时再喝水 尽量喝白开水 而不是碳酸饮料 喝咖啡 茶 咖啡 葡萄酒和饮料 不能代替身体所需的天然水 因为这些饮料虽然含有水分 但也含有脱水因子 特别是咖啡因和酒类 这些物质不仅会清除溶解它们的水分 还会清除身体额外的水分 现代人 包括大多数的医生 不明白水在人体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药物可以缓解病情 却治不好人体的衰老性疾病 许多疾病的病因仅仅是身体缺水 身体缺水造成了水代谢功能紊乱 生理紊乱 最终又导致了诸多疾病的产生 巴特曼博士从一多年 经常碰到这样情况 明明是身体缺水发出的信号 急需补充水分 但人们却用化学药品对付这些缺水信号 更不幸的是 这个错误还会持续 身体的病状逐渐发展 越来越复杂 用药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病人死了 这时谁都说不清 它到底是病死的还是渴死的 这是新的认知模式和新的科学理念 当然要挑战现代医学 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容易 多喝水不如会喝水 会喝水可以分为三次 准备一个能装五百到一千毫升水的保温杯 放在床头 第一次 临睡前喝两百到三百毫升水 第二次 夜间小便后喝两三口水 大约一百毫升左右 第三次 晨起再喝三百到五百毫升 如果担心企业影响睡眠 白天就少量多次喝水 每次一百毫升 以保持体内水分 晚上喝水截去 水能解决多种的健康问题 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 治疗人体功能退化性疾病的 第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水的使用 这是一种简单而天然的治疗方法 简而言之 防止脱水 就是预防疾病 一般情况下 进入成年后 渴的感觉会逐渐的衰退 我们身体内的水分会越来越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细胞的含水量 也会逐渐的减少 细胞内的含水量 与细胞外含水量之比 从一比一减少至 大约0.8比一 也就是说 进入老龄后 每十年 身体内丧失三升以上的水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饮水是为了满足细胞的功能需求 饮水量的减少 会影响细胞的活力 巴特曼博士发现一个神奇的事实 病人脱水的信号 是通过身体的疼痛表现出来的 不渴也要喝水 人们都会对干渴和饥饿做出反应 以为二者都是饥饿导致的 但是人们总是吃固体的东西 身体就需要消化过剩的食物 导致干渴的感觉逐渐占据上风 才会喝些水 当干渴管理机制发生作用时 人体仅存的水分将会得到调配 并在需要时使用 这会使人体的整体运行机制 发生改变 即开始生病 如人体长期脱水 会导致依赖水分的人体功能 暂时的关闭或休眠 进而身体脱水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某些器官和功能的承受力 就会达到极限 水的角色也像人体的倾倒夫 参与新陈代谢和排出废物 水喝得不足 身体的代谢作用会迟缓不顺畅 废物累积在体内 会导致便秘 节食等问题 也让人精神变差 容易疲劳 如果依赖口渴的感觉 去判断喝水 就会引起长时间脱水 主要是引起细胞内部脱水 结果导致生产神经传递速度的工厂 体内的氨基酸大量的丧失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细胞内的水分含量 将逐渐少于细胞外的水分含量 细胞内部的水分逐渐流失 将导致水渗透平衡被完全打破 细胞的吸水性能和除水性能将会逐步上失 这就是开始干扁 假如老年人体内的水分充足 将会有一个潜在的好处 它能提高蛋白质和酶的活性 由于蛋白质和酶受所处自由水环境的影响 这意味着体内拥有足量的水分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早衰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早衰 和所有感官系统的过早退化 仅仅依赖干渴的感觉做出判断 等到口渴才开始喝水 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等待口渴 意味着忍受疼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要养好一个日常喝水的好习惯 35岁老师每天吃一个鸡蛋当早餐 没想到竟患肝癌去世 为他治疗的医生痛心道 这样吃鸡蛋就是在吃披霜 难怪肝病癌找上门来 那老师究竟是怎么吃鸡蛋患上癌症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陈静在刘庄中学当一名老师 前段时间 他总感觉自己没有休息好 走路没有力气 站起来就头晕 没过多久 他就在讲台上晕倒了 后来被学校的同事送到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后让他无法接受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没有不良嗜好 怎么会患上肝癌 原来是因为 陈静很喜欢吃鸡蛋 但是又有洁癖 每次都要冲洗鸡蛋 而冲洗过的鸡蛋 保护膜受到了破坏 很容易发生异变 它就是因为长期食用这种鸡蛋 增加了肝脏解毒的负担 有些毒素诱发肝脏病变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鸡蛋是老百姓最常用的食材 而且营养价值丰富 性价比也极高 但是关于鸡蛋的争议 却是络绎不绝 甚至有传言 鸡蛋可能导致某些疾病 到底真相如何 1.肝不好的十个信号 当我们的肝脏出现问题后 身体会首先发出信号 所以生活中我们要注意 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 1.发 头发油 易掉发 两病白 2.眼 眼干涩 眼屎多 爱流泪 3.脸 脸色暗黄 有色斑 脸油 4.口 口臭口苦 刷牙牙齦出血 5.手 手掌发红 指甲有树纹 指甲脆 6.腹 腹部胀气 脆肉多 爱放屁 7.睡 入睡困难 凌晨一两点早醒 8.心 烦躁 郁闷 生闷气 9.便 大便干解 小便发黄 10.脚 脚底粗糙脱皮 脚趾夹无月牙 是不是真的因为鸡蛋的问题 才导致陈老师的癌症呢 那有肝病的人可以吃鸡蛋吗 2.得了肝病 能不能吃鸡蛋 鸡蛋是千千万万食物中的一种 在食物界很普通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而且好吸收 儿童每天吃一个蛋 有助于身体发育 其中的叶酸和黄素 对神经和视力有益 鸡蛋对多个器官组织有益 包括肝脏 平时熬夜 吃药 生气 都会伤害肝脏 导致肝细胞死亡 虽然肝脏能自我修复 但是它也需要营养 而鸡蛋就是比较好的营养来源 其中的卵磷脂和蛋白质 都对肝细胞有利 能提高细胞活力 促进再生 但是反过来 得了肝病 就不能随心所欲吃鸡蛋了 尤其是肝痘患者 他们天生代谢功能异常 体内容易积蓄铜离子 而土鸡蛋的铜含量比较高 肝痘患者不宜食用 一个鸡蛋约有0.16克铜 而患者一天的总铜量 不能超过1.5毫克 为了避免肝受损 建议少吃土鸡蛋 其他肝病患者 如乙肝、酒精肝等 可正常食用鸡蛋 3.鸡蛋摄入 应该因人而异 要说什么食物 既食汇、营养又丰富 那鸡蛋一定榜上有名 鸡蛋不仅拥有比普通肉类 更优质的蛋白质 还可帮助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维生素A、B2、B12和叶酸 卵磷脂以及钙、铁、鑫等矿物质 鸡蛋虽好 但任何食物都是要讲究量 吃得过多 反而对身体造成负担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每人每天吃20到50克鸡蛋 也就是半个到一个左右的量 就已经足够了 剩余的营养应从其他食物中获取 当然 针对不同人群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稍作调整 孕妇、哺乳妻妇女、儿童、青少年 以及劳动量较大的人群 有时吃一个以上也可以 活动量少 体格较小的人 以及老年人 代谢能力下降 最好不要超过一个 有血脂异常的患者 如果不太高的话 每周也可吃两到三个鸡蛋 但一次食用量不宜超过一个 4.吃鸡蛋的误区 1.煮得矫一点 营养价值高一点 老一辈的人认为 鸡蛋多煮一会儿 结合而成的营养物质更多 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道理 鸡蛋的营养成分是固定的 不过 如果没有煮熟 其中可能残留细菌 因此 要煮熟还要口感好 8分钟是比较合适的 2.鸡蛋个头小 有营养 中老年人挑选鸡蛋 往往会选择个头小的 因为他们觉得 出生蛋有营养 这种说法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出生蛋和普通蛋的营养 并没有区别 只是因为第一次产蛋 所以个头比较小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 个头大的普通蛋 反而营养物质更多 3.开水冲蛋 滋养脾胃 一颗生蛋敲碎 用热水冲泡 最后就出来一碗蛋花汤 它是流食 吃起来方便 进入肠胃消化快 可以减轻脾胃负担 还能补水下火 但是水温不够高 不能杀死所有的细菌 长此以往会有损健康 5.不想伤肝 需注意三点 1.虎皮鸡蛋要少吃 高温油炸会破坏营养 增加热量 增加心血管和肝脏负担 长期食用 会增加脂肪肝风险 另外 油炸温度过高 很容易产生一级致癌物 诱发干细胞癌变 如果你喜欢吃虎皮鸡蛋 也可以先煮熟 然后用少量食醋浸泡 用葱姜蒜加油爆香 最后浇在鸡蛋上 这样也很好吃 2.毛蛋不宜食用 毛蛋是死胎 如果外壳有缝隙 很容易滋生细菌 另外 毛蛋的孵化工艺 决定了它的温度 无法杀死其中的细菌 虽然我们食用的时候 会再次加热 但是里面也会有细菌存活 经常吃油损健康 孕妇和儿童要少吃 3.养护肝脏 从日常做起 过度节省的人 清理厨房冰箱零食柜 发现过期食品立即扔掉 食物长霉点 长绿毛也要扔掉 这些食物已经被黄曲梅毒素污染 不可食用 另外买回来的酱料 如果上面有一层水 也有可能是变质了 不宜食用 脂肪肝患者坚决戒酒 戒油腻 糖分和碳水类食物 也要少吃 经常测量体重 发现体重增加了 要尽快减重 平时要规范用药 不可有侥幸心理 另外 也不要用保健品保肝 高危人群携带病毒 或家族中有肝癌患者 要定期体健 出现肝躯疼痛 蜘蛛痣 黑便等疫情情况时 需引起注意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生气 不焦虑 失眠的人要及时调理 可能是缺乏某种营养素 也有可能是心理问题 缺乏运动的人 热量过多 又不爱运动 脂肪就会填满肝细胞 让肝脏体积变大 还会提升炎症水平 促进肝脏硬化 每天要抽出 20到30分钟时间运动 例如在家 启动感单车 或进行卷腹深蹲 总之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内脏器官 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最重要的是 肝脏还是人体的解毒器官 肝脏对来自体内和体外的许多非营养性物质 如各种药物、毒物 以及体内某些代谢产物 具有生物转化作用 通过新陈代谢 将它们彻底分解 或以圆形排出体外 这种作用 也被称作解毒功能 正因为肝脏这个伟大的功能 才能使得我们远离了许多疾病 肝脏不好的人 体内无法排毒 就会抑患癌症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我们的肝脏 这两天晚上总是睡不好 一会儿去午睡一会儿 补补觉 老头子 我听人家说 晚上睡不好 就是因为中午睡太多了 还是跟我一起出去走走 赵大爷最近总是觉得 晚上睡得不踏实 本想着在中午睡一会儿 补补觉 谁知道老伴却表示 老年人不适合午睡 应该多运动 是真的吗 一 钟南山关于午睡的观点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钟南山院士表示 午睡就是他的加油站 每天中午睡半个小时 对他下午的工作状态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也建议 大家在中午适当地 午休一段时间 对身体也有好处 单看钟南山院士的身体素质 就能理解一二 适当地午睡 对他的精神状态 身体素质 也有很大的影响 古代养生之道当中 也是说到三寒两导七分宝 这里的两导指的是睡好子午觉 子时大睡 午时小气 也是古人所遵循的养生法宝 尤其是随着现在人们 对养生意识的加强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视健康问题 再加上很多人上班 做工作比较繁忙 在工作一上午之后 就会明显地感觉到 身体疲惫乏力 对于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坚持午睡一会儿 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 释放内心压力 能够促进大脑的恢复和调整 提高下午的工作学习效率 而且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也仍然保持着午睡的习惯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时间可能比较紧张 午休时间比较短暂 但如果能够保持午睡的时间 对身体健康来说 也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二 坚持午睡的人 身体会有何变化 一 补充睡眠 人在经历了一上午的工作学习之后 难免会感觉到记忆力下降 身体感觉到疲惫困倦 所以在吃完午饭之后 可以休息一会儿 可以有效地补充睡眠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熬夜给身体带来的影响 二 补充精神 如果在晚上睡眠过程当中 睡眠质量不好的话 就会导致精神状态变差 内分泌失调 也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学习效率 再加上工作一上午的时间 人到中午难免会没有精神 如果吃完午饭之后不休息的话 更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导致身体疲惫 做事情没有精神 建议可以午休一小会儿 既可以补充缺失的精神 又可以保证下午工作不被耽误 三 减缓大脑早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关于午睡的研究当中发现 中午休息一小时 可以有效地为适当的活力 缓解大脑早衰的情况 可以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 养成规律的午睡 还可以提高思维敏捷性 降低认知能力障碍的风险 四 帮助消化 人在中午进食过食物之后 会在体内进行 新陈代谢消化吸收 根据实验 发现人在午睡过程当中 身体会分泌大量的激素 来调节体内的内分泌保持平衡 这其中也包括 促进食物消化吸收的各类激素 以及分解血糖的胰岛素 对于午饭带来的营养和能量 也能够更快地吸收 例如身体各个部位当中 五 预防疾病 根据相关专家研究发现 午睡的时候 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 调节内分泌 这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了很多关心病 高血压 以及动脉硬化等 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针对于午休半小时的时间成本 并不高 还可以让身体得到有效的休息 缓解疲惫感 又可以预防疾病 何乐而不为呢 六 保护眼睛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在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学习之后 会让身体疲惫 眼睛也会感到干涩 疲劳 适当的午睡 可以让眼球结状机 得到更好的休息和放松 更有助于保护视力 预防视力下降 七 增强免疫功能 随着现在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长时间在这种高压状态下 再加上不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 会导致抵抗力免疫力下降 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虽然说没有有力的证据 可以证明午睡与免疫力 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针对于免疫力低下的患者 比如经常感冒发烧 患有肺炎的人 也可以通过午睡缓解疲惫 提高免疫力 三 午休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 饭后半小时再睡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建议大家每天坚持午休一会儿 但是要确保在吃完饭半小时以后再进行 人体刚刚吃完饭之后 身体内的食物都处在被消化吸收的阶段 成位负担加重 如果立即睡觉的话 就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 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所以 吃完饭之后可以先走一走 半小时以后再进行午休 二 午休时间不宜过长 午休对于人体健康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午休的时间也要有所把握 一般以半小时为界限 不宜睡得太长 半小时的时间 可以让身体得到更好的放松 缓解身体疲劳 也不至于让身体过度的睡眠 反而引起头晕眼花 更加困倦的问题 三 午饭不要吃难消化的食物 建议大家 午餐的食物不要吃得太过油腻 尽量选择清淡 一消化为主 过于油腻的食物进入肠胃内部 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 如果立即进入午休的话 会更难以消化 给身体造成影响 甚至还会出现恶心反胃的问题 四 午睡环境也很重要 想要午睡更加健康 有益 就要保证睡眠质量 以及建议大家 午睡时间尽量保证午休的环境 多注意气温的影响 尽量选择让自己舒适的环境入睡 还有周围的杂音 以及电子产品 也不能够忽略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睡眠质量 五 不要趴着睡 低头睡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 可能条件不允许 在午睡的时候 也是经常选择趴着睡 或者低头睡 这是不正确的午睡姿势 如果经常趴着睡 容易造成头部供血不足 醒来更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 而斩着胳膊睡 也会导致眼球受到挤压 压迫胸部 影响血液循环 低着头睡 更会给颈椎造成一定的压力 六 夜间失眠的人不要午睡 中午进行午休 可以更好地恢复精力 缓解身体的疲惫感 释放内心压力 但是对于夜间经常失眠 睡眠质量差的人群 最好不要午睡 否则更会影响夜间的睡眠 造成恶性循环 影响人体健康 那么 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好 四 午睡最佳时长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春困秋乏下打盹这句话 人在吃过午饭之后 身体更容易出现困乏的情况 所以就会存在午睡的现象 在午饭过后 适当的午睡 能够促进身体的休息 和调节缓解身体疲劳 那么睡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正常情况下 尽量控制在10到30分钟左右即可 如果睡觉过长 也会导致人体难以清醒 反而会更加重困倦 疲惫的情况 导致晚上出现失眠的问题 你平时有坚持午睡的习惯吗 还知道午睡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水果 作为很多家庭日常的必备甜品之一 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因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对人体有益 所以很多家庭都非常喜欢在饭前 或者饭后吃水果 或者早上吃点水果 但是医生说 如果吃的时间不对 身体就不能完全吸收这些营养 也等于白吃 那么日常生活中 在什么时候吃水果 是最佳的呢 一 早餐前十分钟 最适宜吃的水果 苹果 梨 葡萄 不适合吃的水果 橘子 山楂 圣女果 柿子 香蕉 其实很少有上班族 会在早餐的时候吃水果 因为有些忙的时候 连早餐都没有时间吃 但要知道 早餐前吃水果 确实有很多好处 它能增进维生素的吸收 而且水果中的果酸 具有开胃的效果 还能增进食欲 不谈其他 光说一些水果里面含有的维生素 矿物质等 都能有助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但是 有肠胃疾病的人 就不适合在早餐的时候吃水果 另外 在早餐前吃水果 因为是空腹状态 这时候不能吃哪些收敛性强的水果 比如 山楂 橘子这种 因为它果肉里的有机酸 会刺激胃部 出现胃痛 二 饭后一小时 最适宜吃的水果 橘子 山楂 木瓜 菠萝 猕猴桃 饭后吃水果 主要是促进消化 所以 我们应该选一些解腻 含有基酸的水果 比如刚刚说的橘子 山楂 还有菠萝 木瓜等 菠萝中含有的菠萝蛋白酶 有助于消化蛋白质 补充人体内消化酶的不足 增强消化功能 而木瓜中的木瓜醇素 可帮助分解肉类蛋白质 山楂 则可以促进脂肪分解 帮助消化 三 晚上睡前最适宜吃的水果 桂圆 不适合吃的水果 山竹 牛油果 榴莲 车离子 蹄子 其实因为人体机能的原因 在晚上吃水果 是极其不健康的 因为水果大多含有糖分 这时的身体消化能力减弱 容易导致肥胖 而且有些水果 因为含有丰富的纤维 吃了之后会让肠胃充颖 影响消化功能和睡眠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桂圆 睡前吃少量 可以起到安神住眠的效果 苹果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水果 一年四季都能够见到苹果的身影 并且味道酸酸甜甜 价格也不贵 很多家庭都会购买一些苹果 放在家中 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苹果 作为一种常见水果 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其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还有丰富的果胶物质 能够对身体起到多种好处 前段时间经常听见有人说 晚上吃苹果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尤其容易引起胃肠损伤 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 晚上吃苹果会伤胃吗 经常关注养生信息的朋友 应该都听说过这个观点 很多人都说 晚上吃苹果会造成胃肠粘膜的损伤 甚至会引起胃肠疾病 给身体造成负担和影响 确实 很多医生都会建议 晚上不要吃苹果 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吃苹果 会损伤胃部 而是有其他原因 苹果中的果糖含量非常高 尤其是那些比较甜的苹果 果糖含量就会更高 睡觉之前摄入过多的糖分 它有可能会导致热量超标 引起肥胖的问题 另外 过多的糖分残留在口腔 还会给口腔带来问题 损伤牙幼稚 造成蛀牙的情况 但临睡前 最好也不要吃苹果 虽然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处于休息的状态当中 但体内的器官却仍然在继续运转 肠胃仍然处于蠕动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吃苹果 很有可能会给肠胃 带来额外的负担 从而损伤肠胃健康 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种负担并不会给身体 带来太大的影响 更不会给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仅仅会带来一些暂时性的不适感 稍作休息后就会缓解 因此 也没必要太过担心 但对于正处在减肥期的朋友来说 晚上吃苹果 可能会导致减肥失败的情况 因此 尽量不要在晚上吃苹果 晚上吃三种食物 越吃越伤身 1.甜食 现在很多女性朋友 都没有办法拒绝甜食的诱惑 尤其是对于一些 年纪比较小的小姑娘来说 是甜食能够带来幸福感 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 从而带来愉快的感觉 但甜食中普遍都有糖分超标的问题 临睡前摄入大量的糖等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非常大 在睡眠的时候 肠胃的蠕动速度 相应的也会减慢 这些糖分 也会因此填流在体内 无法代谢 更容易形成脂肪 造成肥胖的情况 另外过多的糖分 也会对肠胃黏膜造成刺激 破坏肠胃黏膜 久而久之 就会引起肠胃疾病 二 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 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渐加大 很多年轻人都更加喜欢熬夜 也有不少明星会在晚上出门进行交集 这样会不可避免地购买一些宵夜 而大多数也都是一些高油高脂 高热量的食物 虽然这种食物 能给人带来满足的感觉 但对身体却没有任何好处 经常食用还会引起多种疾病 尤其是对心脑血管健康极为不利 在晚上应当食用一些清淡的食材 并且不要吃太多 只有这样 才能够有效地恢复肠胃健康 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三 良性食物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冰淇淋 冷饮等食物 甚至在冬天也毫不忌口 然而这个做法 也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危害 首先 良性食物本身就会给身体 带来一定的危险 经常食用冷饮 很有可能会造成 非感染性肠胃炎 是最健康的 不是五点 也不是七点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尤其是五十岁 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朋友们 越早知道越好哦 早起的鸟儿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如果能坚持早起 其实对健康也是有不少好处的 首先 在精神状态方面 不管男女老少 早起的人精神状态 肯定要比晚起的人要好 尤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早起的人沐浴着晨光 那感觉想想就很棒 整个人也会变得很有活力 而一觉睡到日晒三干的人 因睡得太久 反而使得脑部缺乏共血 精气神自然也不太好 其次 在皮肤方面 如果长期拥有 做息规律的好习惯 皮肤状态自然也比较好 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难发现 每次熬夜后 第二天起来后 不仅有黑眼圈 人也很憔悴 气色很差 面色发黄 这是因为睡眠时间太少 导致免疫力下降了 再者 在免疫力方面 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 可以让人养精蓄锐 一定程度上 可以恢复白天时 对精神与体力的消耗 从而提升免疫力 还有研究显示 那些有着良好作息习惯的人 比天天晚上不睡觉 大白天又起不来的人 做事的效率较高 像是猜字迷 正确率要高出30% 而且长时间睡不够的话 可破坏大脑保持专注的能力 以及记忆力 时间久了 办事效率也低 另外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不管处于什么年纪 早起的人情绪往往都比较积极 健康意识也更强 幸福感要高于晚睡不起的人 因此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良好的皮肤和健康 那么首先 请你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 但要注意 这个早起的习惯可不能定得随随便便 盲目早起不可取 危害或比熬夜大 早起虽好 但也不能太早 因为人体有最佳睡眠周期 晚十点左右入睡 早上自然醒 必须在保证健康睡眠的基础上 早起才有意义 如果睡得不够 人反而没精神 对健康也不利 美国南福里达大学一项研究曾发现 人的睡眠时间如果低于平日 即便是少了16分钟 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效率 比如出现没精神 难以集中注意力 判断能力变差等 而要是长期如此 还会损伤大脑 提升老年痴呆 抑郁的发病风险 过早起床的人 体内皮质醇水平更高 众所周知 皮质醇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 因此 过早起床的人 更容易患肌肉疼痛 头疼 而皮质醇使人体 对外界刺激的警惕性增高 也更容易烦躁和疲惫 过早起床的人 很容易疲劳 因为白天较长 午餐和午休的时间 也相对较短 更容易出现这种疲惫现象 晚上就会更早地躺下 长此以往 则会出现睡眠昼夜节律紊乱 因此 早起好处是不少 但必须是建立在 健康睡眠的前提上 切记不可盲目早起 什么是健康的睡眠 常说一个人至少要睡八小时 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 这是真的吗 其实不然 健康的睡眠最重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睡眠质量 如果缺乏深度睡眠 即便睡的时间越长 也没用 2017年 美国睡眠协会发布了一份 睡眠质量建议推荐指标 大家可以先自测一下 首先 在准备睡觉之前 要把电子产品放置一旁 如果长时间 无法在30分钟内入睡 说明有失眠的可能 睡眠质量往往不太好 建议及时调整 睡眠质量好不好 还可以看一下 夜里醒来的次数 如果每晚醒来 五分钟以上的次数 不超过一次 说明属于正常情况 老年人除外 65岁以上 一晚上醒两次 也正常 如果超过这个次数 要警惕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 看是否有其他不适 最好及时就医检查 醒了之后 如果可以在20分钟之内 重新入睡 并且只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 睡眠质量尚可 如果夜里可以很快入睡 且能一觉睡到天亮 即便是夜里醒来 也能很快重新入睡 说明 睡眠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继续保持 相反则为不好 需及时调整 通常来说 健康睡眠最好符合三个条件 一 是夜里十点左右入睡 二 是尽量保证 有六到八小时的睡眠时间 不同年龄段标准不同 所以具体因人而异 三 是第二天起来精神好 充满活力 此外一个人睡得好不好 也是和睡觉的姿势有关的 不合适的睡姿 总是会影响着睡眠的质量 那么 正确的睡姿 又是怎样的呢 正确的睡姿是什么 对一般人来说 侧卧睡或仰卧睡都可以 这两种睡姿容易保持脊椎的平衡 放松肌肉 减轻脊椎的压力 侧卧时 手臂放在身体两侧 最好在膝盖下放一个脖枕头 让双腿与下背部脊柱 成一条直线 这样就能让背部获得更多的支撑 侧卧睡时 最好将腿稍微弯曲 在两膝之间放一个枕头 这样可以避免骨盆扭曲 对脊柱产生的压力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 仰卧或者俯卧睡 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事实上 除了有疾病的人群或者孕妇 儿童等人群要注意睡姿外 健康人群 不管采用哪种睡姿 目的是睡得好 睡得香 强迫自己采用某一种体位 反而可能导致失眠 但有时候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 都可能面临着不得不熬夜的情况 选择熬夜处理 还是凌晨早起呢 如何科学的熬夜 事实上 只要能保证 七到九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习惯熬夜的人 通常在晚上效率更高 因为晚上相对安静 习惯早起的人 可能觉得早上状态更佳 熬夜期间 应该多喝水 避免久坐 因为熬夜加上久坐 很容易形成下肢静脉系统血栓 而多饮水 适时活动 则有助于血液循环 此外 熬夜后 尽量不要开车 睡眠剥夺 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和烦躁 会容易引发陆怒症和交通事故 以及熬夜后肾上线皮质激素 分泌抗净 引起胃酸分泌过多 容易发生溃疡 以及残表性胃炎 所以 晚上需要熬夜的话 尽量还是选择易消化的食物 如粥类 汤面等非油炸食物 当然 更不要剧烈运动 熬夜后身体机能下降 剧烈运动 会出现心率失常等意外 不建议过多补觉 补觉要适度 补觉时间过长 会引发第二天失眠 可以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加速血液循环 有利于舒缓情绪 和加速血液中废物的代谢 总而言之 睡得太晚和起得太早 都会对健康不利 所以 最健康的模式 是在健康的睡眠基础上 尽可能早起 而不同的年龄 健康睡眠指标也不同 因此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定制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 最后 只横祝福各位 每天都有好梦 一觉到天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72岁的老李 明显感觉自己不再年轻 一到冬天 老李每次洗澡 总是瑟瑟发抖地走出浴室 前不久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的老李 明显感觉自己 身上有一股子臭味 于是老李决定彻底洗一次澡 然而 当老李进入浴室十几分钟后 他便发生了意外 老李躺在浴室的地面上 胸口明显感觉不适 等到从医院刚下班的儿子发现时 老李已经没了声息 俨然已经猝死 近年来 因洗澡诱发心脏病去世的事件 日渐增多 而疲劳时候洗澡 也是诱发人去世的原因 尤其是老年人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 洗澡时 室内空间密闭 低氧环境下容易加重心脏的耗氧量 因此 如果洗澡者本身就患有心脏病 那么就很容易引起生命危险 另外 不适当的时间和方式洗澡 也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一 老年人洗澡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年 因洗澡中发生意外去世的人数有所增加 尤其是老年人 约占80%一般来说 老年人洗澡发生意外的原因多种多样 总体来说 老年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 温差变化 首先 如果在冬季洗澡 老年人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下 很容易使得血压突然升高 并增加脑出血和去世的风险 随后通过温水域降低血压 会导致大脑 心脏 和消化道等重要器官的血流量减少 增加发生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 夏季洗澡的时候 人们会很容易产生疲劳 人体的代谢速度加快 机体消耗量增加 因此也更容易产生疲倦感 此外 白天人们的排汗量增加 导致大量水分流失 消化液分泌减少 可引发食欲下降 困乏等不适症状 而到了夜晚 气温过高 还会影响睡眠质量 造成睡眠不足 二物理作用 与洗澡相关的物理作用 包括温热作用和净水压作用 一般来说 当老年人泡在浴缸里 末梢血管会受热膨胀 血流从大脑和心脏 重新分配到末梢血管 另一方面 净水压作用于身体 会增加静脉回流 增加血压和心输出量 来自这些器官的血流 重新分配 会导致老年人 出现缺血症状 洗澡时的水温 不一条地过高 过高的水温 会使身体的毛细血管扩张 当血液扩张到血管表面 体内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 就会减少 对于患有高血压 动脉硬化 关心病等疾病的患者来说 很可能会诱发中风和心肌梗刺 三洗澡时间过长 随着洗澡时间的增加 血压的变化也很明显 在更衣室的温度低的情况下 洗澡前已经发生血压上升 在高温下沐浴后 血压会进一步上升 后来血压开始下降 洗澡后大约4分钟到5分钟后 收缩压比洗澡前下降51.3% 有时老年人会随着 从浴缸出来时的力微动作 血压会进一步下降 实际上老年人在洗澡时 血压的下降也受热水温度的影响 次血压波动 尤其是本身就有动脉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的老年人 再加上洗澡时间过长 很可能会诱发脑梗塞 心肌梗 心脏病复发 一般来说 老年人使用超过42摄氏度的水洗澡 洗澡后的血压下降 可持续长达12小时 由于血压下降持续时间长 因此不仅在洗澡时 而且在洗澡后 脑梗塞和心肌梗塞 病发症的可能性会很高 一旦如此 老年人很可能会头晕 从而发生意外事件 最后老年人长时间高温洗浴 会因出汗而导致脱水和高凝状态 进一步增加患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 冬天的时候气温骤降 即使在室内 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和浴室里 室温在10度以下的情况也不少见 如此温度 很容易造成老年人洗澡的意外事故 因此 老年人为了保证洗澡时的安全 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 二 老年人洗澡时 注意几点更安全 一 减少洗澡时的温差 用暖气加热容易冷却的更衣室 浴室卫生间是最有效的对策之一 另外 窗户周围的热量容易逃逸 所以 设置内窗等隔热改造也很有效果 有条件的老年人 可以住在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里 在洗澡时 先开好空调和浴霸 等温度适宜了 再进行泡浴或淋浴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老年人采用泡浴 浴缸最好选择较浅的水 胃也低一些 以半生浴为宜 二 水温不宜过高 如前所述 高温下洗浴 会导致老年人的血压 出现急剧波动 因此 老年人不管是淋浴还是泡浴 水温不应该超过42摄氏度 建议在微温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之间 但是在此温度下进行泡浴的话 水温很快就会冷却下来 所以 老年人洗澡的速度应该快一些 如果是淋浴的话 那么洗澡的时间 也应该控制在10分钟到15分钟 三 正确选择洗澡时间 在现实生活之中 很多人总认为 洗澡无非就是吃过了晚饭 隔一段时间 洗澡就是了 实际上对于老年人而言 正确选择洗澡时间 相对会更安全 一般建议老年人在白天体温升高 血压稳定了 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洗澡 而且一定要避免饮酒 更为重要的是 洗澡时不要突然站起来 这些都可能导致血压下降 另外洗澡时 闷热的环境会消耗掉人体的一部分能量 加上此时星辰代谢较快 导致人在洗澡时会出现饥饿感 要是老人没进餐 便进浴室洗澡 很容易感到头晕 恶心 因此 老人别空着肚子进浴室 最好是保持五六分饱的状态 也不宜吃得过饱 避免洗澡时感到过度疲劳 在洗澡前 还可吃些巧克力和糖果 补充能量 为防止洗澡时出现不适 建议老人在洗澡前 最好喝一杯温热的糖开水 这样能防止发生低血糖 四 洗澡过后补充水分 如前所述 老年人在高温下洗浴 如果时间过长 很容易会因为出汗过多 而导致身体脱水 因此 老年人可提前一小时 准备约500毫升温开水 慢慢喝 用一小时左右喝完 洗澡时 也可带一瓶水进浴室 每隔15至25分钟 口渴时及时补充水分 洗完澡也应喝一些水 以预防脱水 或血液高凝状态 但不宜大口大口地喝 以免一次性大量饮水 增加心脏负担 洗完澡后 还可先喝一小杯淡盐水 静止休息5至10分钟后 再少量多次饮水 五 洗澡时告知家人 在可能的情况下 利用家人的守护 公共浴场等 保证自己洗澡的安全 也是相对有效的方法 因此 老年人进入浴室后 降门虚眼即可 最好不要从里面繁琐 这样万一出现紧急情况 家人可以及时提供帮助 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 最好在他人的陪护下洗澡 家人也要注意 估算老人的洗澡时间 及时提醒 多留神 要是老人进入浴室的时间较长 可敲门问一下老人的状况 老人进浴室后 家人要注意 电视等电气音量不能过高 以免听不到浴室内的异常声响 或是老人的呼救声 避免发生危险 对于独具老人来说 养成洗澡时 拔掉浴缸插头的习惯 也有助于防止溺水 六 带个小板凳 老人的体力有限 长时间站立 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 很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 老人洗澡时 可带个小板凳来借力 站累了可以坐着洗 既省体力 又不用担心会滑倒 小板凳最好是木质的 塑料的不仅不够结实 沾水后还容易湿滑 造成伤害 浴室地面应做好防滑 最好在老人 入浴前铺放防滑垫 总而言之 即使是平时身体健康的老年人 也容易引起血压变化 维持体温的生理功能 也会下降 此外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化的老年人 更容易引起血压 急剧上下波动 从而产生健康危害 因此 老年人在洗澡时 应该特别注意 按照以上的方式进行洗澡 会更加稳妥 61岁男子吃饭后肾衰竭 医生叹息 炒菜再懒 也别省这一步 一盘看似普通的菜 竟然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健康问题 这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 今年61岁的李先生 多年来一直饱受慢性肾病的困扰 他深知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始终保持着清淡的饮食习惯 尽量避免对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 然而就在不久前 李先生突然感到浑身乏力 食欲大减 甚至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 他赶紧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结果显示 他的血肌肝值飙升到了惊人的900多 被诊断为急性肾损伤 这意味着他今后将不得不依赖血液透系 来维持生命 经过医生的深入调查 他们发现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 竟然是李先生病前食用的菠菜 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一 餐桌美味菠菜 为什么会带来肾损伤 在日常生活中 菠菜作为一种常见蔬菜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竟然会让李先生 陷入需要透析的困境 宁波市第二医院肾内科病区 副主任周芳芳 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导致李先生发病的罪魁祸首 正是菠菜中的草酸 草酸摄入过量 会促使草酸钙结石的形成 进而引发梗阻 对肾脏造成严重伤害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今后就要对菠菜 敬而远之呢 其实不然 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 副主任医师毛利产 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烹饪菠菜前 只需进行一个简单的步骤 超水 将菠菜超水60秒 就能有效去除大部分草酸 从而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 此外 毛利产医师还建议我们 在选择菠菜时 尽量挑选嫩一些的 因为嫩菠菜的草酸含量相对较低 同时 食用菠菜时可以搭配一些油菜 蘑菇 海带 茄子等食物 这些食物有助于促进草酸的排出 降低节食生成的风险 毛利产医师还特别提醒 如果在摄入草酸含量丰富的食物后出现排尿量减少 身体浮肿 恶心呕吐等症状 务必及时就医检查肾功能 以免病成恶化至慢性肾脏病 甚至威胁生命 对于本身患有草酸钙结石 肾病基础或其他代谢疾病的人群 毛利产医师建议尽量避免食用菠菜 以维护身体健康 二 还有五种蔬菜要焯水才能吃 别途省事 焯水 作为烹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尽管并非所有食材都需要这一处理 但除了我们熟知的菠菜外 以下五种食材也有充分的理由需要进行焯水 即使在忙碌 这一步也绝不能省略 一 富含亚硝酸盐的食材 香春与西芹均含有较高的硝酸盐 尤其是老叶中的含量更为显著 若未经焯水直接烹饪 亦导致身体摄入过量硝酸盐 这种物质在体内与胃酸 蛋白质分解物反应 可能产生有害的亚硝案 对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二 含有植物凝集素的豆类 四季豆 刀豆 扁豆等豆类蔬菜中 植物凝集素的含量较高 这种有毒糖蛋白 若未经充分加热难以消除 食用后可能导致恶心 呕吐 腹泻等中毒症状 因此 烹饪前先进行焯水 可大大减少因烹饪不透彻 而引发的风险 三 含有秋水先碱的鲜黄花菜 鲜黄花菜中含有秋水先碱 这种物质在体内氧化后 会转化为具有强烈毒性的二秋水先碱 对胃肠道粘膜和呼吸系统造成损害 引发胃肠道不适 腹痛及呕吐等症状 因此 虽不建议食用鲜黄花菜 但如仍需品尝 务必在烹饪前进行二至三分钟的焯水 并随后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再煮 四 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食材 比其莲藕等水生植物 存在被寄生虫污染的风险 因此 切勿直接作为凉拌菜食用 应在食用前进行二至三分钟的焯水处理 五 可能存在农残与虫卵的蔬菜 西兰花 菜花等蔬菜由于其特殊的结构 清洗起来相对困难 内部可能残留农药和虫卵 烹饪前进行一至两分钟的焯水 能够大大降低这些潜在风险 三 正确焯水吃出健康 这五点放心上 焯水 看似是一个简单的烹饪步骤 然而要想在保持食物口感与营养价值的同时 充分发挥其效用 其中却蕴含着不少讲究 遵循以下五个步骤 不仅能够健康饮食 更能品味出食物的美妙 一 锅水充足 超煮蔬菜时 务必确保锅中水量充足 至少应没过蔬菜表面 这样既能缩短超水时间 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蔬菜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 二 时间把控 超水时间至关重要 过长会导致蔬菜中的营养大量流失 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 要严格控制每次超水的时间 确保蔬菜既熟透又不失其鲜美 三 超烫顺序有讲究 当需要同时超煮多种不同蔬菜时 建议按照味道淡 颜色浅的蔬菜先超 气味重 颜色深的蔬菜后超的顺序进行 这样既能避免味道相互干扰 又能保持蔬菜的原有色泽 四 切块湿度 清洗完蔬菜后 建议不要将其切成过小的块状在超水 湿度的切块 能够减少蔬菜在超水过程中的营养流失 同时保持更好的口感 五 添盐加油增色 在超水过程中 适量加入盐和油 可以使蔬菜的颜色保持翠绿鲜亮 有效防止氧化酶对叶绿素的破坏 提升菜品整体美感 如果你对蔬菜是否需要超水感到困惑 不妨尝试将其做成水煮菜 出锅后沥干水分 淋上生抽 一道美味又健康的蔬菜佳肴 便轻松完成 四种蔬菜尽量少买 别为了省钱胡乱吃 在选购第一种青菜时 我们必须细心观察其外观 以避开混有陈旧蔬菜的情况 新鲜的蔬菜应当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翠绿色 绝无黄叶之计 一旦蔬菜表面显现虫咬叶痕 挤压变形或发黄等现象 便意味着这些蔬菜 可能已失去其新鲜度 对于那些明显发黄 或挤压变形的蔬菜 我们应坚决避免购买 因为它们可能已失去原有的鲜美 甚至可能产生了乳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 对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选购第二种青菜时 除了观察外观 我们还需留心蔬菜的气味 新鲜蔬菜应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泥土 与青草的芬芳 一旦嗅到蔬菜带有浓重的意味或农药味 那便意味着它们可能经过不当处理 或保存方式不妥 这样的蔬菜我们应避免购买 意味浓重的蔬菜可能因保存不当 或经过特殊处理 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风险 在挑选第三种青菜时 饱满度和活力同样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些显得干瘪 无活力的蔬菜 往往是因为长时间放置 长时间暴露于阳光或阴湿环境所致 这类蔬菜可能因长时间的存放 而流失了大量营养和口感 不仅口感欠佳 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 因此不宜购买 至于第四种青菜 我们还应根据烹饪方式来选择适合的品种 对于通常用于炒食的青菜 建议选择叶子宽大且短小的品种 这样不仅能保持食材的新鲜度和口感 还能让炒出的菜肴更加美味可口 而叶子较大 更较小的青菜 其叶子部分的口感更佳 因此更适合用于炒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